欢迎收看第522期ETV 我是主播黄新妙 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注本期的新闻提要 国立中正大学社会服务学习与本学期全面学分化 未来需透过休息服务学习认证课程 才可以取得服务时数 本校针对社会服务学习制度未来发展方向 于9月20日举办公厅会广纳师生意见 当天有许多人到场参加 表达自身意见 国立中正大学社会服务学习至111学年度起 朝全面学分化发展 未来将不再办理零学分的服务计划 过去学生可以透过休息认证型课程 参加社团服务学习活动等方式取得服务时数 全面学分化后则统一经由选课系统休课 同时拿到服务时数与同事学分 去年我们全校 就是学分化的服务学习已经占了百分之七十六 那未来就是把还有一些跟校外合作的一些团体 的服务学习还有社团型那也都变成课程化 好那我们这些全面课程化以后呢 那他们必须要去选修 比如说社团而言 要社团型的服务学习认证型课程 那只是说我们基于 基于说大家付出努力 应该受到实体的一些回报 那所以我们朝向全面学分化来进行发展 针对日后的修法方向 校方于9月20日举办社会服务学习制度 未来发展公厅会 当天有许多师生到场参与发表自身看法 我觉得服务学习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必修的条件 它应该服务应该是出自于自己的热心 然后自主性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点 那服务学习是你虽然做了 但是你心中到底有没有学到服务这个概念 其实很难去衡量 尽管大部分学生倾向将服务学习调整为选修 但牵涉到制度的更动 需要在服务学习课程委员会议中进行修法讨论 并经由更高层级的行政会议通过后 才能确定如何实施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反对必修 那如果学校真的有采取公厅会的意见的话 是有机会慢向选修化 那如果没有慢向选修化的话 我相信服务学习的制度也会比以前更好 就是至少不会是大家去做做样子 或当免费老公这样 我们会把公厅会就是同学的发言 叫请学校就是要做一个比较综合的考量 维持必修对学校其实是比较大的负担 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做 地方有需求我们去做服务学习 所以我们学校的立场就是说 坚持服务学习的这个制度 应该要维持必修 但是有很多就像你讲的配套措施 我们要先沟通 先协调 先做好规划 然后才能够来进一步的来实施 公厅会警卫收集各方意见 未来服务学习制度会如何调整 仍有待全校师生关注 中正一报刘家美中明轩中正大学报导 交通出行 一直是中正大学学生所关注的焦点 新学期的开始 中正大学学生会与校方 响应学生联署及要求 联合推动学生高铁接拨车计划 试营运至学期末 而接拨车计划能否继续进行下去 续看同学们的使用状况而定 早在学生高铁接拨车计划推行之前 便有106路故宫南院线公车 为学生们往返高铁站提供交通服务 那么以往的106路公车与现在的高铁接拨车 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首先在车种上 106路属于一般公车 学生高铁接拨车则属于外包专车 在车程上 106路公车开往嘉义高铁站 一时五十分 而高铁接拨车开往嘉义云林高铁站 皆为六十分 在车资方面 两者则相差不远 最后车次的部分 106路平日四班 假日八班 而学生高铁接拨车 由于还处在市运营阶段 只有每周五网嘉义云林各两班的车次 若遇国定假日则改为周四周五各一班 学生高铁接拨车从五到有 背后离不开学生会与校方的共同努力 其实早年本来有落实过一段时间 而且是本校的校车来做行驶 但后来因为政府也因应人事的欲缺不补 通常接拨都在上下班 特别是下班时间之外 后来就没有办法 去年的时候 有同学就是帮忙收集联署问卷 我们就是直接请那位同学在余校长有约的时候做提案 没想到校长就是直接说OK 好那我们就来做 所以后来我们就跟学务长开了第一次 就是一起讨论说班次要怎么 怎么分配比较好 然后那个票要收多少钱 然后要到哪些点 接驳车薪政策刚刚上路 未来发展尚未稳定 下学期是否继续沿用 仍需试使用情况而定 我们上一周达成人数只有9个人 学校花了好多好几十万 在上一周只回来的900块 这个要他们继续办下去 我们也很难去说服他们继续做下去 另外大概未来为了需求的话 可能会增加去民雄火车站或嘉义火车站 那也考虑校外有接驳点 比较主要的是必须要鼓励大家多去达成 希望大家能够多协助 中正大学学生高铁接驳车计划 目前仍处在发展阶段 就如今所遇到的困难来看 未来走向如何 仍需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 中正一报 秋静 陈鲍仪 中正大学报道 立法院日前修正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 将电动自行车证明为微型电动二轮车 以后还需检验合格且领取牌照才可上路 另外 经管会也相继修正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 以后 微型电动二轮车也需投保强制险 新归于11月1日正式上路 电动自行车由于不需考照与挂牌 入手门槛低 吸引许多民众购买 据统计 民国106年至111年4月合发審议合格徽章数 目前全台仍在使用的电动自行车数量有为14万辆 然而 越来越多的电动自行车也引申出了车辆改装 以及事故相关保障等问题 立法院日前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 正式将电动自行车纳管 主要修正项目除了将电动自行车 这名为微型电动二轮车之外 以往只需检验合格并粘贴检验合格标章 修法后 必须致各地监离站登记领牌才可以合法行驶上路 也针对更改刹车 零号等安全设备提高了处罚金额 另外新增了微型电动二轮车必须年满14岁才可以驾驶新规定 为配合此次造交条例的修正项目 新管会也相继修正了强制汽车保险责任法 正式将微型电动二轮车也加入了必须保强制险的行列 在此次修法前 就已有规定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车速 必须在每小时25公里以下 也有限制车身重量 现在却不难看到路上 行驶速率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微型电动二轮车 然而此次修法 却没有针对电子控制圆禁改装有所新增法则 那到时候我们要验车的时候 会根据你当初原厂的文件 来做比对 所以说你如果今天你是有改装 你就跟原先的样貌一定有变化不一样 所以说会向你导证 不然你就没有办法领得这个车牌 如果他有挂牌的话 那当然后续如果有治安问题 比如说相关的犯罪行为 那他透过这个车带有领牌的话 也可以更容易去锁定到这个犯罪 11月1日新法上路后 已持有或新购微型电动二轮车的民众 必须持国民身份证、印章、车辆来历证明、 车辆行事安全审验合格书 以及强制险保险证 前往各地区间里站 办理验车与车辆领牌昼夜 然而 许多购入许久的微型电动二轮车 其车上来历证明 可能遗失或有缺漏 你可以由原厂的厂商去做一些证明 不过也有可能那些厂商甚至都不在 那么是目前有一个弹性的做法 就是说请微店车的这个相关产业 产业就是协会出具一些证明 还有统一号票由车主来做一个窃解 新规定将会于11月1日正式上路 是否能够改善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用路环境 以及降低事故发生率 还有待观察 东正一报 谢东汉 姓月亭 嘉义报导 新冠疫情从2019延续至今 各行各业受到冲击 嘉义县政府的振兴方案中 针对公有零售市场摊商 从8月开始补贴三个月摊位租金 然而当疫情成为日常 如何让公有市场的客源回流 以及改善市场环境 仍需县政府和公所共同讨论 新冠肺炎持续第三年 在疫情的影响下 民众避免外出 使零售市场的本地客源减少 同时旅游业受到冲击 观光客人数下降 也使作为知名在地景点的市场摊贩 经营不易 疫情影响当然是有 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到人口密集的地方 多多少少人不敢进来 会有影响 差了一半的生意 为了补贴摊商在疫情期间受到的损失 嘉义县政府的振兴方案中 包含了公有零售市场摊商的租金减免政策 从今年8月开始 各地方公所减收三个月的摊商租金 再由县政府统一补助公所减收的金额 让地方公所与摊商减少负担 疫情以来就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减免 有时候是公所 有时候是县政府的补贴 那这个政策当然是很好啊 不无小补啦 有啊 那个钱是很重调的啊 因为我们在这里赚的也是钱很少啊 就这样一块两块三块 这样粘粘的啊 所以他给我们捷免政策是很好的啊 为什么会采取这个是主要是因为 你没办法真的各式各样的产类 可以给去定出一套符合每个人 每个产业类别的辅助方式 所以透过用租金减免是比较公平性 嘉义县政府的减租方案已经持续第二年 对摊商来说不无小补 但除了租金减免之外 有些摊商也期待政府能给予更多帮助 比如说增加游客 这个比较比较关键 市场环境的改善啊 或者是外面流动摊贩 比如说的管理都会有所影响啊 比如说他们随地摆摊的问题啊 都会影响到里面这边的生意这样子 新冠肺炎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 县政府提出振兴方案 补贴民众渡过难关 但除此之外 如何使公有市场客源增加 以及得到良好的环境规划 仍值得县服与工作研议 中正一报 许慧文 池伯恩 嘉义县报导 嘉义旧监狱过去饱受拆除与否的争论 最终在各界人士的争许下成为国定古迹 成为今年嘉义市古迹日的主轴 旧监狱与加油时光机 城市实境解谜游戏合作 以监狱特色设计关卡 让民众主动探索旧监狱 四方围墙不再孤立与拘禁 而是融入民众的生活当中 嘉义旧监狱建于日之时期 但在新监狱启用后便逐渐不再收容受刑人 因而陷入存留争论 而后在各界人士的争取下成为国定古迹 今年嘉义市古迹日活动主题为 让旧监自由解锁 以旧监狱及宿舍群为主轴 并首次与加油时光机合作 推出实境解谜游戏 希望民众借此了解历史与文化 我们在往年呢 其实我们办了一些小旅行 或者是一些像后面看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市集或展览等等的 那像也有一些 譬如说旧监狱的一个导览 这样子 今年跟这个嘉义时光机 一个合作 在玩实境解谜的时候 你也可以一边的认识旧监狱的一个导览 它里面有一些导览的内容 所以可以让你能够去了解 相关的历史文化这样子 那是有别于人力导览的这个部分 对那这就是我们今年 跟加油时光机一起合作的一个 这样子推广的一个内容 加油时光机城市实境解谜游戏 嘉义旧监狱路线 利用建筑与历史文化等元素设计关卡 有别于传统导览模式 强调主动探索 给予民众很高的自由度 在旧监狱 因为这是国定古迹 那它还有很多日志时期留下来的建筑 或是有特色的地方 像是那个人设里面有一个猫道 那猫道是要透过梯子爬上去 在天花板 以前是日本人的管理员 来管理那些兽型人用的 所以我们有一道关卡 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那除此之外 旧监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像是调查科 浴池 或者是日新堂等等 这些在监狱里面有的建筑 我们也把它融入在我们的路线里面 让那些玩游戏的人 有机会走进去看一看 那我觉得实境游戏方式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不被时间限制 就是你可能有了这套游戏之后 你可以安插在你本身 要去探索这个地方的一个行程 配合你的自由行的行程里面 然后所以就是不用被绑住时间啊 然后也是无人的导览 所以说就是比较大的自由度 同时自己主动的探索也会更有趣 民众对监狱感到好奇 却仍持有负面印象 受到实境解谜游戏吸引 而对旧监狱有更深意诚的认识 透过这个活动更认识 这边的环境设施 我觉得这个跟民众互动还蛮好的 如果有在办其他的活动的话 我觉得我会再想来 就是可以让更多人就是来到这边去认识这个环境 然后也可以跟更多民众有互动啊 加油时光基城市实境解谜游戏 火化古迹空间反转旧监狱负面印象 让古迹文化与历史逐步走入民众生活 中正一报 郭定玄 王思颖 嘉一世报导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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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创业俨然已成现代社会主流 有许多闲置老屋的嘉一世 就许多青年回家创业 光鲜亮丽的老屋 背后却是青年创业者 经由长时间的规划整建而成 除此之外 老屋还可以和新元素结合 呈现不同的样貌 以改变人们对老屋的既定印象 民国111年嘉一世政府统计显示 嘉市木造老屋约占6000栋以上 闲置老屋众多且各有特色 也因此吸引青年回家创业 让老屋成为创业基地 应该是我的影响比较大 内部的改建工程对青年创业者来说 是需面对的最大难题 我觉得最主要的是 因为我们不是很可惜 所以我们可能在装修上面的问题 其实并不那么专业 因为我们就可能在空间规划上 就是纯粹以当下想到的东西 就直接跟木工师傅说 或者是我们直接划下来 老屋翻新的成功案例增加 不过还是存在许多维护上的隐忧 业者需花费更多心力 资金来做完善的维护 我觉得蛮多老屋都会有问题 是他可能会有顶楼加盖 那我们顶楼加盖 可能也是因为老旧的关系 所以他是有一些漏水的状况 相较于对老屋进行重新整建的咖啡厅 嘉义老屋业者除了保留老屋原有的特色外 还增添了许多新元素 例如与艺术结合成为展场等等 让老屋拥有更多不同的用途 我觉得老屋的可能 是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在发想的是 让他有不同的连结的挑战 因为他就是老屋了嘛 那很多人对老屋有很多的框架 他觉得好像老屋就是这样而已啊 但是我就想说 那如果让老屋变得很有个性 他变得更勇敢 他变得更热情了 他变得更活泼了 那时候的老屋会是长什么样子呢 这是我们很期待的 所以我们就带着老屋这样的一个身份 然后做了很多的实验性的生活的体验 不管是沉浸式的展览 甚至是音乐会 还有就是小型的微星市集 对我们都希望可以经由老屋的窄点 然后让他变成有不同的个性 然后串起所有不同年龄化 而让大家更珍惜老屋 青年创业者经营老屋 需要面临许多未知的挑战 从挑选老屋到整件老屋 甚至是将老屋与新元素结合 最后呈现出不同样貌 翻转人们对老屋的既定印象 中正义报 张允萱 孔博章 嘉义市报导 嘉义市政府推动2022嘉义市摇滚音乐祭一系列活动 其中的摇滚奖唱会 邀请了以创作台语歌曲为主的三组音乐人来到嘉义 透过讲者们的歌曲以及分享 不仅能让民众了解他们在音乐路上的心路历程 更能让参与民众以不一样的观点 去了解台语歌曲 嘉义市政府推动2022嘉义市摇滚音乐祭一系列活动 其中的摇滚奖唱会 邀请了以创作台语歌曲为主的三组音乐人来到嘉义 除了带来表演之外 也分享他们在音乐路上的心路历程 摇滚音乐祭然后有奖唱活动 想说来听听看 就是奖唱活动是有什么样的内容 这次奖唱会的讲者中 廖士贤和青虫阿欧尹的主唱都来自嘉义 身为嘉义人 廖士贤也曾以嘉义为主题 用台语为家商创作歌曲 写嘉义这首歌 如果就歌曲本身呢 嘉义人给我的感觉 他就是一个很刚硬正直的人格 所以我把他的音乐元素设计成 后来大家听到的嘉义这样子 除了奖唱会的三组讲者 现在越来越多音乐人开始用台语创作 希望透过音乐让台语文化能继续流传下去 他们曲风都不一样 可是他们共通点就是用台语母语来创作 那写的都是台湾 包括民俗的一些文化 音乐如果把它做好的话 年轻的人他比较会想要去了解 或者是说有兴趣的人 他会想要知道说 台语呢也可以这样做 我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我们主要是透过一些 可能年轻世代会感兴趣的议题来入歌 好比说自我认同 关于性情像多元成家 或者是动保环保这样的议题 那如果是对这些议题有兴趣的人 他可能就会想要了解这些议题 他们是如何放进台语的歌里 那在台语里他们是怎么被讲述的这样 像我家中的长辈就是可以推荐他们听这些歌 然后了解可能现代关系的议题 或是对年轻人现在听的音乐 所以会因为是台语歌他们会比较愿意可以接受 然后他们也会觉得不错 用音乐来让大家 噢我们演的门南语是这么美 台语歌曲不仅让年轻人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母语 也搭起年轻人和长辈之间的沟通桥梁 透过摇滚奖唱会讲者们的分享 让参与民众能用不一样的观点认识台语歌曲 中正义报 黄新亮 曾宇如 嘉义市报导 嘉义市民国一百年时已经计划成为高龄友善城市 并且做出许多相关政策 措施 而老人食堂正是嘉义市政府积极辅导的其中一个项目 老人食堂作为在地老化社区互助 将社区与民众互相帮助的理念实际做出 并且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嘉义市政府于民国一百年时举办高龄友善城市的典礼 于今民国一百一十一年持续推动在地老化 积极地办理各项长者福祉 而老人食堂正是其中之一 食堂的成立并非一帆风顺 能有许多要解决与面对的问题 食堂的部分除了是让我们的长辈可以来这边用餐之外 其实他最主要是可以来这边他们可以有一个互动的机会 再还可以做到的是互助 希望他们彼此可以帮助对方 然后他们可能哪部分能力可能是比较弱的地方 那彼此互相的帮助 那甚至还可以做到共享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找地点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等于说我自己也没有什么一个所谓的房地产 然后也很难去 活动中心有很多的限制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讲 其实真的是一个卡关卡很久的 第二个问题 当然钱 不过我觉得钱是身外之物 至少基本上就是 就可能花掉了再想办法去赚了 这个不过我觉得 钱可以解决的事情还比较单纯 不过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人的部分 就是在从事这样的食堂的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要有买菜的人 还要有煮饭的人 所以这是我们食堂一个特色 就是提到共住的部分 在食堂也有许多长者在担任志工工作 而他们在担任志工的过程中 也有他们的感受 每个礼拜三四五六都到这里来当志工 那我们在工作当中互相学习 那我们觉得很快乐 其实我在退休以后就一直有在当志工的工作 但是我因为我有听账 所以在服务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挫折感跟失落感 那在食堂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我十几年前就有这样子的想望 因为疫情的影响 现在食堂只开放 少数民众留在现场用餐 但中午时仍会有许多民众 用携带自备的环保餐具、排队等候外带 吃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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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廉物美 对我们这个老人的话 这个生活能力越来越不好的人 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 老人食堂不仅给民众志工建议者 一个新的吃饭场所 还有不同的感受 老人食堂作为共办理念的第一步 同时也是社区互助的良好例子 中正一报 董海勋、陈玉婷、嘉义市报导 为增进长者身心灵健康 并愿意融入集体与人群互动 嘉义市卫生局开展了多元创新的热灵服务 打造运用多元场域的热灵训练场 场所中提供许多的活动 不仅能够强健体魄 更能让长者们增加自信 放松身心 藉此提升长辈们的生活品质 嘉义市卫生局以芬兰的老人游乐园为蓝图 打造热灵训练场 提供长辈专业的运动器材 如大腿肌肉训练器 可以训练长辈腿力让身体不易跌倒 兼顾安全与食用有趣 且训练过程中皆有物理治疗师陪伴 以避免长辈运动伤害 这里有很多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 比如说肌力活动 还有很多像早上这个运动也很好 还有那个歌唱啊什么什么 都对老人有健康的帮助 所以我们都很喜欢来乐业活动 除了训练场中的游乐设备外 场中还别出心裁的设有小小马场 每两周一次的马术活动 让长辈体验与马互动的乐趣 透过让马儿与长辈们近距离的接触 达到宠物疗愈的功效 此外 场中设立的小小植物园 也是特点之一 我刚刚所讲的 我很乐意为老人家做这么一个服务 这个不是为了赚钱 是纯粹为了服务 所以我们就很开心的 就把马皮带到他们的卫生局 每两个礼拜有一次的这种活动 给他们带来给老人家 如果说你还动得了的 好 我们就会尽量让你上马背 让你感受到 诶 我这么老了 我们曾经有一个93岁来骑上马背 哇 他非常开心 嘉义市卫生局一直致力于 开发多元创新的服务 让长辈们愿意走出自己的小世界 多多接触社区参与活动 训练厂也在108年 荣获高龄友善城市创新奖第一名 我们考虑以后 未来这里是不是可以办一些 不同的活动 比如说它可能是定期或是不定期的 比如说大家来画画 大家来比如说 我们这边还有植物 大家一起来煮菜 所以就变成是说 可以有不同的多元的 我讲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去做思考 台湾超高龄社会即将来临 乐龄生活的推广与实现是重要的社会课题 需要每个人的重视与努力 以上是本期的新闻内容 我是主播黄欣妙 最近在中正大学的艺文中心 举办了雕塑展 同学们在课余时间也可以去艺文中心 领略一下雕塑之美 ETV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